乌克兰政府最新宣传影片 总统泽伦斯基亲自用英语配音 要告诉全世界乌克兰人在战争中的伤痛 接着调性一转 用未来式传达给乌克兰人 说他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西方媒体将泽伦斯基比喻为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 德国明镜周刊称他是穿橄榄绿军外套的丘吉尔 在战火中坚持鼓舞明星 媒体也胜赞他大胜普京 说普京花两个小时演讲吐骂敌人 效果还比不上泽伦斯基在社群媒体上 眨眨眼睛就能鼓舞全国士气 泽伦斯基接受CNN专访 讲起开战后的心情 说自己还撑得下去 只是看到平民跟小孩不断丧命 让他十分心痛 乌克兰最新民调显示 有93%的人相信乌克兰可以战胜俄国 将近一半的人希望战争能在未来几星期内结束 此外有74%的人支持泽伦斯基直接跟普京对话 但有将近九成的人反对 签订没有要求俄国撤军的停火协议 TVBS新闻与思寅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